另外来看到秀林乡公所推动殡葬多元化政策 继三战部落兴建纳谷墙之后 水源部落也同时要兴建 因此秀林乡公所安排在9月份来办理动工前的说明会 包括设计图的图面、容积量和宗教信仰的呈现 那么希望族人都能够前往参与说明会 秀林乡公所为了解决目的部署的问题 107年开始在水源部落召开殡葬多元化政策 在水源部落兴建纳谷墙 同时向大家说明未来现代安葬可以更环保更加人性化 经过一年多的宣导 并且在108年2月12号晚上7点钟 水源部落召开部落会议来行使智商同意权来兴建纳谷墙 就像公所殡葬管理所说明之后 立即投票而票数为209票超过二分之一的门槛 通过这项提案 首先感谢秀林乡公所王玫瑰带着团队 针对水源公墓那股墙一案 目前因为我们公墓是满葬的问题 让村民家里有亡者的时候 很不方便到底要下葬在哪里 我们在109年2月12号在部落会议中 以达成共事来建这个纳谷墙 非常感谢部落村民的认同以及林长 也非常谢谢他们大力的 跟公所合作推动这个纳谷墙 所以说他们最近 部落就是有一些贫困者 但是我要谢谢 有一些贫困者没有办法去私做公墓的时候 我要谢谢伊甸園的古老板 把他们的骨灰借放他那边 等我们自己私做完的时候 再把它移回来 放置我们自己的纳谷墙 所以说我们水源是比较好 一点是比山站好就是我们不用取决 我们就有这个基地了 很难得 也很高兴 终于要在9月份 要开纳谷墙开工说明会 我希望村民也一同来参与 要怎么试作 让我们村民能够认同说 我们德鲁谷的纳谷墙 要做成什么样的 我希望村民大家一同来参与 主任村长侯明书表示 早期主任主要是以土壤为主 火花的方式是不被接受的 由于面临满脏的问题 加上秀文乡公所积极的推动 设置纳谷墙 主任们也开始接受这项政策 也希望在公所和主任们的努力之下 所以纳谷墙新建能够顺利圆满 记得喜欢学习博老